上周六美南国舰协进会在乔教中心举行2015年科学工程技术讲座记者会 邀请了负责各项专题的代表与会说明 向华文媒体介绍今年研讨会的主题内容 这次大会将于6月6号在唐城万豪酒店举行 届时将从上午9点开始到傍晚5点半结束 有兴趣参加的民众需要事先报名 上周六美南国舰协进会在乔教中心举行一场记者会 介绍即将于6月6号在苏格兰万豪酒店举行的年会 及同时进行一整天的科学工程技术研讨会 研讨会覆盖能源、环境保护、医疗及生化科技、健康、会计及商务管理等范围 负责各专业主题的代表 在记者会上各自介绍研讨会的讲员背景及演讲内容 奈米及复合材料科技研讨会将合发参加人员3小时的PHD证书 会计及商业研讨会也将合发8小时进修学时 今年大会还特别增加生物科技研讨会项目 我们今天有一个叫Biomedical生物科技研讨会 那因为在这边我们的台湾学生组了一个科技研讨学会 那有跨校的学生联谊 那目前最主要的就是由UT Austin 还有Bayern Medical School 还有South Western在Dallas的医学院 那这些学生一起组成了一个学会 那他们也邀请了学校的Faculty当他们的Mentor 今年呢他们早上有一个Session 下午有一个Session 那因为我们的会长王国之先生 今年有申请到一些经费 所以我们有钱可以有经费可以邀请到全美各地很杰出的朋友 来帮我们介绍一些新的科技 欢迎大家来参加 6月6号当天上午9点开始 将在不同的讨论区同时展开能源 环境保护 奈米及复合科技 专业会计师及财务管理讲座 医疗及生化科技等讨论会 下午2点半开始进行海洋科技 练有与石化科技 健康讲座及商业讲座等研讨会 中午用餐时间 来自台湾的黄文宏博士 将进行生化科技 及台湾国际健康保险专题演讲 并将颁发奖学金 给参加必报专题的留学生 进一步查询 可联系713-963-9433